这个很有趣,这是我的城乡树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 在家千日好,出外搬遭难 这一棵城乡树呢 与这一棵是同一个时间买的 大家一样大 但是呢,这个种在山上呢 就金正很大 就长得很慢 在这个呢,我在我的大的龙缸种 所以就长得很好 你看,相差多么远 这就是我们说的在家千日好 出外搬遭难 搬遭难 这个呢,是我用 我这个树呢,已经长得很大了 那个龙缸呢,已经破裂了 第一点 第二点呢,也是从风水的角度来考虑的 抱歉 这是我的狗狗 它隔子小小 但是追山猪,就是张飞 打头针的 每个晚上都是删出来吃我的红薯啊,木瓜啦,香蕉啊,他都是打头针的,很厉害,那个是佛吉,他的主人在街上,这个是小龙,小龙女也跟他很好朋友,扔了,所以我就收留他,这个是怎么说呢,左青龙右白斧,这个就是我的窝居, 所以呢,在我的窝居左面,右面呢,几年,我这个窝居呢,已经12年了,就12年前,这个是我的邻居,还没有果树的,现在呢,果树很大,有压迫的感觉,这个后来呢,也许天宫照美吧,9月份有一个超强的台风,把主要的果树都,芒果树啊,大树菠萝都出了, 吹倒,吹绿珠啊,荔枝啊,都吹倒了,吹断了,就只有剩下这一刻,问题不大,另外呢,一点呢,就是说,这一桌呢,是酒店,现在还没有开幕,还在,还在建,也许在一两年内就,可能会落成吧, 所以呢,它基本上也是在我的窝居的右面,也有一点压迫感,啊,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这个是人家的发展,所以呢,我就说,用左青龙,右白斧,反正这个,呃,陈香树在我前院中呢,那个大缸中呢,已经,呃, 那个大缸已经破裂了,所以我就把它移植,移植到那个,我的后山,呃,陪伴着他的老朋友吧,几年前一起买的,但是呢,大家可以看见,呃,我的后山全都是石头的,大大大大块的石头的,呃, 那,臭巧呢,只有这一点呢,才可以挖个洞,种它,所以也是,也可能也算是老天爷的,呃,呃,呃,关照吧,呃,只有这一个,呃,一个点,才有,呃,有点空间可以种,呃,要是有研究六窑站的朋友呢,呃,呃,看过清朝大师也和老人,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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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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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结果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大自然的巧妙 或者玄学上的巧妙 就不道理不说了 还有小龙 我这个猫咪小龙女 自小就跟那些狗狗一起长大 所以晚上狗狗来追赶的山枝的时候 他也是陪伴去摇旗呐喊 他不知道危险 这个很过瘾的小猫咪 今天早上凌晨 他抓了一个蝙蝠回来 我会另外拍一个视频 上传有缘心佛 有修行的朋友研究 很奇妙的 因为我住在这个山边 从来我的猫咪没有住过蝙蝠 回来的大家也可以知道 蝙蝠它有那个雷达的惊叻 不会很容易给人家抓到 另外一点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全都是关门 关上窗门窗户 所以蝙蝠根本跑不进来 那么为什么我的小鸟或者小猫咪会抓到蝙蝠呢 后来我想我悟通了 我会另外拍一个视频 与有缘的修行的朋友分享的 谢谢大家欣赏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了 我的左青龙右白斧 因为右面人家的发展 你没有办法控制的 那果实还好 就是说刚才说了 给那个超强台风吹倒吹 就做了 就问题不大 另外一点呢 我也在那边 像野鹤老人这样 在右面那个屋角 刮那个大虎头 老虎头 说来也真的奇怪 我刮上几天 就是刮那个超强台风 就把那个果树吹断了 是不是风水的作用呢 就很难说 实在太奇妙了 两三天才而已 我刮那个大金属斧头上去呢 马上就把那些果树吹断了 至于那个酒店呢 那个就 我没有办法了 第二呢 也是离我太远了 你看 我前面有一条公路左右 都行 所以也把那个冲沙啦 也是大大的减弱 刚才也说了 那个距离太远 问题不大的 所以那个就是 我的真实构案 利用左青龙右白斧 就希望我种了这个 沉香树以后呢 改善我的家地风水吧 根据书说呢 那个沉香呢 他要沉香树要40年 才结沉香的 我这个也不到10年 慢慢吧 等机会啦 这个就是我的沉香树 另外一个 这个是就是同一个时间买的 同样高到高度的 但是呢 在山竞争力大 长得没有这么好 好 谢谢大家 这个就是我说的 我用自己的方法 来研究风水 将来我会写一本书 怎么样 DIY改善自己家居的风水的 这个就是我的真实国立了 谢谢大家先生 沉浪 好 沉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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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 的 谢谢大家